和珅是清朝第一大贪官,即使是放在中国整个古代历史上,和珅贪污的钱财,也绝对能进入前五。和珅作为一个男人,他爱财、爱地位、爱美女,和珅一个人把男人的三大爱好全部占有了。和珅的原配夫人是冯继文,冯继文嫁给和珅的时候,和珅还是个无名小卒,而冯继文是清朝宰相英连的孙女,和珅的二房长二姑。 本是刑部一位官员的小妾,该官员为了巴结和珅,就把他送给了和珅,从而顺利地得到了刑部邱神处的一个匪缺。和珅精通满、汉、冷、藏四种语言,也精通四书五经,所以年轻的和珅,可以说是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在担任管库大臣后和珅起初是想当一个好官,可有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看法。 前龙四十五年,前龙派和珅,前去朝云南都督李世瑶的家,和珅在此之前都是清官一个,收入很少,日子也过得紧吧,在抄家的时候和珅就私吞了大量的金银,加上最后前龙给的奖赏,和珅一下子富了起来,也让他尝到了大学大才的滋味,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。 和珅的好色可是出了名的,他跟东哈末年的曹操有着相同的癖好,喜好人妻,可最恐怖的是,他还有一个别人想干而不敢干的癖好,也就是加庆币给和珅罗列的,二十条最壮重的第四条,那处宫女子为刺妻。 好色对于男人来说是很正常的,和珅这样有权又有钱的人,好色更是不打紧,没什么女子是他拿不下来的,不过,这宫里的女子可就不一样了,和珅总然手脚通天,也不敢动皇帝身边的女人啊。 嘉庆指出和珅的这条罪行,特指一个女子,名叫黑玫瑰。黑玫瑰原来是扬州大言商光如龙选供的一位大美女,尤其是她黑段子式的皮肤,风马的身材,早就让和珅神魂颠倒。 前龙晚年,后宫每年都会遣回一批宫女,这时和珅买通了后宫太监总管,趁机把黑玫瑰从后宫中接到了自己在京城的一处偏僻的私宅中,再后来,和珅又把黑玫瑰接到自己的府邸中做了小妾,当和珅被嘉庆城处后,就出现了那出宫女子为刺妻的罪名。